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天降黄金雨,四大生效11月,事业走红,财运亨通,运势走向巅峰 冬季已经开始一阵子,时间快速地飞逝到了11月份 有些生效也开始霉运消散,逐渐转向好运 这四大生效在这个月份中,事业和财运双收 在职场如鱼得水,取得傲人成绩,让财运也跟住丰收 迎接属于自己的巅峰时刻 生效兔,生效兔的人,在11月运势如日中天 事业运的上升令人惊艳 在这个月份,生效兔的人质牙将迎来重大的转折点 过去的努力和付出,总算能获得回报 职场上,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能被上司和同事充分认可 或许会迎来升职加薪的好机会 同时,属兔人的直觉,也在这个月异常敏锐 能够抓住重要的商机,人际关系也会得到改善 总之,11月使生效兔实现自我价值 获得事业,与财富丰收的绝佳时机 生效马 生效马的人同样会在11月迎来事业与财运的高峰 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创造力 在这个月会被极大的放大 能够引领团队走向成功 许多属马的人会在这个月内收获丰厚的奖金 让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可以勇于展现自己的才华 积极参与活动 让自己能见度迅速提升 生效马的人也会遇到许多 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 这些人不仅可以在工作上给予支持 也可能在财务上提供重要的帮助 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与人携手共进 就能争取到更大的成功 11月里 生效马的拼搏精神和热情 将会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生效机 对于生效机的人而言 11月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月份 他们的工作表现 将会获得显著的认可 迎来意想不到的晋升 或是新的工作机会 属鸡人注重细节的性格 使他们在职场非常受到欢迎 常常能够在团队中 发挥出色的作用 此外 属鸡人的财运 也会在这个月有所提升 他们善于理财 可能会得到额外的收入 如投资回报或是兼职收入 同时也要特别注意 个人财务管理 合理规划开支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以便更好地享受 即将到来的财富 总之 属鸡人在这个月透过 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 将收获满满的果实 生效牛 生效牛的人在11月 职业运势同样出色 身为一个向来与努力 和脚踏实地著称的生效 这个月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荣耀 无论是工作还是项目管理上 都能表现出令人赞赏的能力 赢得众人的认可 在这样的氛围中 职场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可能有升职或是调职的机会 与此同时 属牛人的财运在11月 也表现不俗 他们在工作上认真的态度 使得自己在职场中稳定成长 业绩逐步提升 再加上合理的财务规划 在这个月份 经济状况会逐渐改善 尤其在投资方面 属牛人也有不错的收获 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他们 也有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11月份对于属牛人而言 是实现梦想与目标的关键时刻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恭喜 数数2024年 有躲不过的三大喜事 天降横财都挡不住 家有生肖鼠的接服了 十一月开始 生肖鼠2024 三大喜事就从你身边过 快来接 听老夫给你细细道来 这三大喜事 可都是2024年的大好事 错过了 可就惨了 喜事一 事业风生水起 鼠儿们可是十二生肖中 最聪明 最有眼光的一个 这步进入十一月中旬 事业上的机会 就像花儿一样 一朵接一朵的盛开在你眼前 你可能会有一个 绝妙的商业想法 或者遇到一个 能让你大展拳脚的机会 抓住它 你就能在职场上大放溢彩 喜事二 财运滚滚来 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十一月中旬开始 财神爷就特别眷顾 生肖鼠的朋友们 可能是加薪升职 也可能是意外之财 总之钱包会鼓起来 让你笑得合不拢嘴 喜事三 爱情甜如蜜 最后这一大喜事 可是每个 生肖鼠的心头大事 十一月中旬开始 单身的鼠儿们 有机会遇到心仪的人 恋爱中的鼠儿们 可能 会迈入人生新阶段 总之爱情运势高涨 甜蜜蜜的 生肖鼠的朋友们 这三大喜事 可都是送上门的福气 你可千万别让它溜了 大家一起接福气 赢好运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祝你在十一月中旬 和整个二零二四年里 喜事连连 好运不断 如果还有啥问题 尽管在评论区留言 老夫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么大慈大悲观 是应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最怕老婆吃苦的 好男人生肖 看看你的另一半 有上榜吗 十二生肖的老公 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在公布最怕 老婆吃苦的好男人生肖前 先来谈谈各生肖老公 会怎么对待另一半吧 肖龙男 如果让肖龙男在妻儿 跟自己的前途中选一个 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的 因为在属龙男看来 爱的人是一辈子的事 工作没了 再换一个就好 因此如果有涉及到工作升迁 需要调任的话 会先过问自己爱人的意见 肖马男 属马男婚后 疼老婆的表现就是 每次一下班就往家里赶 因此属马男 从不会在外待太久 就算是 也会不停电话报备 让太太很放心 肖羊男 洋人是最温柔 最会关心别人的 照顾老婆是那样细致 那样无微不至 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努力拼搏 所有的一切都听老婆的 在肖羊男的世界里 老婆就是一切 肖鸡男 他们对于老婆的爱 是放在心里面的 因此每次出差或外出 只要看到好看的 适合自己老婆的 都会毫不犹豫买下来 而自己的穿住用品 属鸡男都十分将就 肖猴男 属猴男虽然在脾气 和性格上有些殷勤不定 但对家人和老婆 可是好到没话说 他们在生活中很温馨 给人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 只要是另一半喜欢的东西 一定会尽力取得到 肖猪男 他们知道老婆是 岳父岳母家中的小公主 但结婚之后 就开始要为自己操心 为了整个家庭忙忙碌碌 是一种对爱情很大的牺牲 所以属猪男很明白老婆的付出 会很呵护老婆 很疼爱老婆 把老婆一直捧在手掌心宠爱 希望对方每天 都能过得开开心心 肖猪男 属猪男心思细腻 很懂得照顾自己的爱人 讨他们的欢心 在对待婚姻和家庭上 一旦做出选择 就不言放弃 能够为了家人 在外判命毫无怨言 他们还是优质潜力股 一生财富运很大 在事业和婚姻上 都能如鱼得水 让自己的女人享福 肖狗男 他们善解人意 虽然脑子聪明 却总在自我欣赏 和自我怀疑中摇摆 工作上具领导能力 和成熟男性的思考能力 整体运势入主越得及 富贵红运更上一层楼 属狗的女人受老公疼爱 宠承小公主 消舌男 属舌人在感情上 虽然不主动 但是对待感情 却极为专注 他们对自己 另一半的宠爱和呵护 往往会落实到 生活的细节 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 对另一半稳定而长情 只要对方值得 绝无二心 那摩大慈大悲观 使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感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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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